大家早晨 我是陳兆偉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氣報告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都是22、23度 比起昨天來說普遍低了2度 明顯是涼了一些 因為現在廣東的東岸邊 吹了一些比較大的東風 我們受到大東風的影響 而在廣東西邊元朗地區 都是受低壓床影響 亦有些驟雨 我們提醒大家 現在強烈季後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大風 而且海面亦會比較大浪 大家如果要在岸邊 或者出海工作或者活動 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我們一起看看今早早長洲泳灘 其實有部份時間 風力都達到強風程度 我們再看看 在今早天文台看出去 香港的西面 看到其實都是蓋密雲 預計今天都比較多雲的天氣 除了香港之外 我們在雷達圖像都看到 其實在廣東元朗地區 都有一些雨區 所以預計今天都會有些驟雨發展 而有時候下雨 所以大家出門口 尤其是腦有機都要小心注意安全 因為天雨露滑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會是多雲 有幾陣驟雨 最高氣溫會上升至24度 吹清淨的偏東風 尼岸還會吹強風 大家要留意 周末期間會否都有雨和大風 其實我們看看高空的預報圖 都可以略之一二 香港這個位置 藍色是一些比較水氣多的空氣 比較多雲 我們看到其實到周末期間 開始高空反氣旋 在南海北部又再次建立 到時我們運量比較少 亦天色會不錯 所以我們展望 明天都會有一兩陣驟雨 不過隨著高空的反氣旋 慢慢繼續增強 到周末期間 天色會較為明朗些 而到下周初的溫度 亦會上升至大概31度 天氣開始變得炎熱 今節的天氣先講到這裡 再見